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不像花蓉的 闻着也行 孤独间 在看胭脂呢 永州都水间顾酒丝 拜见事与娘子 这是我们世宇轩新出的实行款式 叫踏雪寻美 这名字真是别致雅气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僻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孤独间 又在我银两倒不够发愁吗 晚辈出来拜访 闻莹带着礼物 前来止血才是 可现在 不必多说 我已经让账房给你准备了 十万银两 夫人打恩 晚辈 无以为报 孤独间说哪里话 快快请起 这薛黄河 可是利国利民的伟业 为了黎叔安康 莫说是十万两 就是全部家业都捐得 孤独间你在想什么 夫人此话 满辈先前 也曾听另一位医生来说 如今此人一事 故而敢问 世纪娘子 她走了 娘子为什么 还不亲自见见她呢 她一定日日夜夜念着你呢 这三年 我又何尝不是日日夜夜都在想的 但我必须等 等到黄河大霸郡公 天下皆知的那一天 等到她功成名就 今生不坏的时候 我们才能相比 我们才能想到她 最后我们才能想到她 一定会 只能陰森 等到她 还不不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